记者凌美雪台北报道,文化部推动公共电视法修正成公共媒体法,修正草案今,二时,公布。 草案中明定,条文施行后,公事基金会将更名为公媒基金会,营运才执行长日,经公开程序征选。 文化部长郑力军表示,公媒法草案自昨天公告起,30天内将举行公厅会逛纳社会意见,以寻求社会最大共识,公媒法草案预计在10月底前会整个届公厅会及跨部协商会议的内容提送行政院,年底前送进立法院,判能在明年6月3读通过。 本次修法共有七大重点,如下,一,董事会的组成将董事人数由17至21人降为11至15人,并纳入员工董事,任期则由三年改为四年,才任期交错制,每二年改选半数董事,以反映每借国会新民意,提升董事会运作效能。 二,为达权责相符,董,监事选任制度,取消现行由立法院推具社会公正人士组成审查委员会进行选任的做法,逼照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选任方式,改由行政院院长提名,立法院直接行使同意权制方式。 三,经费来源将配合文化基本法制定定,以文化发展基金溢入工美基金会之营运,提供工美基金会长期稳健的发展裁员,以加强工美基金会之营运动能及健全发展。 四,公共媒体法修正条文明定董事长和执行长权责,以落实权责相符的专业治理。 五,为落实公共媒体制公共问责制度及增进公众参与,除现有行政及立法监督外,将增订公众监督相关规定,透过全民共同参与监督机制,使公共媒体的发展更符合外界期待。 六,增设族群频道业务,提供语言,文化及媒体进用之公共传播服务,除现有客家电视台,原住民族电视台,也预定于108年中旬开播台语频道。 未来相关族群频道业务,将由公媒基金会规划成立,以有效整合公共媒体资源,相关经费以专款专用为原则,以确保族群频道营运之专属性及独立性。 七,公共媒体法修正条文施行后两年内,将中央广播电台、中央通讯社与公媒基金会进行整合, 同时积极办理华市民股买回事宜,以提升公共媒体整体资源运用效益,而在办理相关整合作业时,将邀集公会代表共同参与整合办法的鼎定,积极保障员工权益,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发展司司长王朱芳说明修法草案内容。 文化部提供,文化部长郑李军,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副主委翁百宗,公视基金会董事长陈玉秀,中央广播电台董事长陆平,中央通讯社董事长刘克香,华市总经理庄丰佳,公视基金会工会理事长张世杰, 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公会理事长江明聪,中央通讯社公会理事松成武,华市公会理事长马吕云,专家学者,公民团体代表等合影,文化部提供。